字幕志愿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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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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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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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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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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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李宗盛 外地人要怎麼找的吊蝦場啊 各位 那我們等等一起進去體驗看看吧 然後現在吊蝦場它這邊的收費方式是 一小時兩百 兩小時三百五 三個小時五百元 喔 有沒有 就是這個價格 海線的價格 因為以前我剛開始在玩釣蝦的時候 我是從海線開始的 然後後來因為一些因素離開海線 現在我坐的這個位置是後門這邊 它後門這邊是非常的通風 在室內釣蝦還可以吹著自然的尾風 應該說海線的海風才對 因為稍早我剛剛有去海邊釣魚 結果我被海風吹到爆了 啊 我還是換釣點好了啦 實在是泡不出去啦 只好後面輾轉過來釣蝦啦 今天海風超硬的 硬爆 那等一下我釣組準備好兩個水生 我們就去開單吧 我想要開單 我想要開單 你是車跟車結帳啊 喔 結束再算錢就好了 對對對 喔 各位 我已經開好單了 它這邊是釣腕 你再算錢就可以了 不過它釣場這邊 它的公額只有付基金啦 如果需要其他的鵝 它有賣 但我今天是使用豆耳三代跟海蟲 在海線這邊釣蝦場 大多都可以使用海蟲這種釣蝦 你要做釣前 請再詢問一下釣場說 可不可以使用海蟲呢 它並不是說每一場都可以用 浮標沉下去囉 來吧 還一隻 有 喔 喔 給各位看一下 我們第一隻起來一下是正吃的耶 不過今天這個體型我覺得算是還不錯耶 我們的浮標被外帶走了 喔 這隻也是正吃的耶 喔 浮標沉下去囉 喔 浮標沉下去囉 有 很會跳很會跳 哇 這隻也是正吃起來的耶 沒有想到前三隻蝦子都是正吃的耶 我覺得有好的開始 就是成功一半了 喔 老闆剛放蝦了耶 喔 你們有看到嗎 他一坨蝦就這樣倒下去耶 喔 喔 喔 我們不要沉下去囉 喔 我們不要沉下去囉 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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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来给你们看一下 这只虾子也是正式动物三代 我真是的,默默的浮标就被他拖走了 浮标我整了 诶各位啊,他刚放虾后动了三代开始大游了 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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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欸各位真的不誇張啦 我剛剛短短的五分鐘我們地上就有一坨蝦在這邊 給你們看一下 那我們今天還是釣一個小時就好了 不然今天可能蝦量會有一點多呢 那我們來算一下今天一個小時200元的釣蝦場有幾隻蝦吧 然後我剛剛去撿了人家用過的塑膠袋啦 好來吧孩子 一 二 十四 我們今天釣一個小時有十四隻蝦欸 我們來測一下重量吧 一斤一兩欸 一斤一兩欸 今天一個小時200元有一斤欸 我覺得這個釣蝦算是很出乎意料欸 那等一下我們把這些蝦子拿去代工料理 然後再點一些熱炒來吃吧 然後再點一些熱炒來吃吧 這個蛋炒麵是否熟悉海鱔釣蝦場的炒麵味欸 沒錯就是這個味道 這個炒鵝腸很夠味耶 咬下去它的醬汁是會嗆會酸的 然後鵝腸的口感吃起來也是脆口的 整體來說它這一盤鵝腸120元很划算耶 滿滿的鵝腸 各位啊 我跟你們講 麻油蝦最勝敗的關鍵就是在於它的蝦頭 因為蝦頭它本身是最會吸湯的部位 如果它今天麻油炒得很夠味的話 你吸蝦頭你就會吸到滿滿的麻油味 這個味道我喜歡耶 沒有想到說這個蝦子也炒得很入味耶 給你們看一下 這隻蝦有滿滿的紅寶石耶 好 好 好 吃完炒面的 所以它这个炒面它炒的方式有点像铁板面 这整体的口感是我还蛮喜欢湿润的面条 但是面条又不会软烂 不知道各位你们吃面的习惯是如何呢 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诉我 我看到就去回复你 今天整体体验我觉得算是很OK 然后它这边热炒表现价格也算是便宜的 它这口味都还蛮重的哦 好啦那今天影片差不多就到这里了 等一下这些东西我会把它吃完的 如果你喜欢我影片的话记得按赞订阅加分享哦 那我们下个影片见 拜拜